哈喽大家好我是草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的方法 今天的视频呢非常简单 如果你是新手 如果你没有购买过比特币 千万千万一定要仔细的看 币圈有很多的骗子骗局也非常的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会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买币卖币 提前出金的一个完整的过程 如果你是币圈新手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我会围绕这五个步骤 给大家挨个的讲一下 大家一定要仔细的看一下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欧益币安火币 今天强烈大家推荐去这个欧益 为什么呢 因为欧益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其他两个的话手续费非常的高 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如果你用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 还有一个10美金的返用卡 最重要的你的手续费可以终身减免20% 非常的划算 我们把这个链接复制到浏览器里面打开一下 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 这边手机邮箱都是可以注册支持中国大陆地区的手机号 邀请码的话是默认填写的 大家注册一个就可以了 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登录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注册成功 如果成功了 OK我们就进行下一步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 为什么要安装手机端呢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手机端分为安卓和苹果 我们先来说一下安卓 安卓打开邀请链接之后 在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镜头 我们用我们的微信或者是QQ 微信或者是QQ直接扫码就可以 然后如果扫码的时候呢 提示被拦截被封控 那可能是被人恶意举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手机支付宝 然后支付宝在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可以扫这个二这个二维码 或者是呢 我们这边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浏览器 浏览器这边有一个这个扫描 我们也是可以直接去扫描的 安卓手机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我们主要的是说一下苹果 为什么呢 因为苹果的话比较特殊 属于是L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 你才能下载它的APP 也就是海外的苹果商店的账号ID 大陆的ID是不能下载它的APP 是哪一个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打开一下我们的手机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苹果的应用商店 我们点击进去 在它的右上角会有一个头像 这个邮箱不能是中国大陆ID 必须是海外的ID 这个ID的话 您可以打开一下谷歌 搜索一下美区ID购买 或者是海外ID购买 价格的也是很便宜 几块钱一个非常的便宜 然后这边全都是一定要去谷歌百度的话 你是买不到的 买完之后我们 进入我们的应用商店 然后拉到最下面有一个退出登录 我们退出登录 我们刚才这个海外的 我这边已经登录过了 然后在这边搜索一下输入OKX 好 这边有个黑底 五个白色的方格写的OKX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用的了 这个是广告 大家就不要去了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下载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是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苹果是没有问题 然后安卓 我这边也是下载过了 也是没有问题 好 我们就进行第二个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首先呢 我们先登录一下我们的APP 我这边先登录上了 登录上了之后 我们点击这边有个左上角 首先呢我们点击这边需要认证一下 点击身份认证 我们先认证一下我们自己的身份 交易所全部都是需要认证的 大家一定要认证 如果你不认证是没办法去交易的 然后选择安全设置 安全中心 这种验证大家看着都绑定一下就可以了 像邮箱手机绑定上就行 好这些就不用管了 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这边有一个计价货币 我们选择人民币就行了 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好接着下一个 我们需要绑定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在这边选择CRC交易 选择我的 选择收款账号管理 然后点击添加账号 这边建议大家添加银行卡就行了 不要添加支付宝或者微信 因为支付宝微信容易被冻结 添加银行卡就行了 好添加完成之后呢 我们接着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什么是USDT 怎么购买USDT呢 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其实呢 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币 叫做USDT 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它是和美元是挂钩 是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就是这个USDT 泰达币 简单来说 你购买任何的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狗狗币 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英镑美元 人民币都是不能直接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就是USDT 说白了 只要你想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有美元 有欧元 有人民币 我想直接 我想直接去买比特币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你必须拿着你的美元英镑欧元 你换成这个USDT 然后你的账户里面有了这个USDT 你才能去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好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吧 好 回到我们的首页 假设我们这边已经认证完毕了 已经通过了身份认证 然后呢 我们选择这边的买币 一定要选择这个CRC 如果没有的话 你这边可以点击这里 左上角 然后选择这边的CRC 千万不要直接选择这个买币 因为买币的话是系统自动的给你匹配 什么样的人都有 包括骗子都有 所以千万不要用 一定要选择这个CRC 然后进来之后我们点击跳过 好 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这边选择CNY就是人民币 选择购买 然后这边支付方式 我们选择银行卡 点击确定 支付金额 我们10块钱起 我们买1万块钱 点击确定 好 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 我这边的网络不是很好 然后他这边会出来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这边的不是随便的找一个商家就行了 我们需要筛选一下 如何筛选呢 你这边可以点他的头像 比如说他点击完成之后 我们看哪里呢 今天视频的重点就来了 你看他成为商家的时间 最好呢是一年或者一年以上越老越好 第二个看他的成交单数越多越好 像这种2万多的 像这种就没有就没有问题 总成交率99%也是没有问题 然后呢 他近期还有交易500多单 还是没有问题 你比如说像这种这个旺铺 像他这这种9月份的刚开的几个月的 像他这种就不要找了 我们一定要找一个老商家 像他这里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这边好 我们点击购买就行了 7块3毛9点击购买 然后点击好的去下单就行了 然后呢 我这边就不再下单了 以截图的形式给大家演示一下 选择CRC 输入要购买的金额 支付方式选择银行卡 然后会有非常多的商家 随便的选择一个 看一下他的时间 然后看一下成交单数 然后还有他的总单数 没有问题 点击委托单 点击购买 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 我买1万 然后点击零手续费买入就行了 我这边可以得到1315个USDT 下单之后会有他的一个单号 我们点击付款详情就行了 卖家这边也是发给我们了一个消息 然后他这边会给我们一个银行卡号 还有他的姓名 我们给这张银行卡转账就行了 假设你买1万块钱的 1万块钱的 你给这张卡转1万块钱 转完之后点击 我也支付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转账的时候呢 备注什么买比特币 虚拟货币 投资理财之类的 不要备注这些东西 直接你这个东西是多少 显示是多少金额 给人家转多少就可以了 转完之后再点击我也支付 千万不要还没支付呢 直接点击我也支付不要这样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卖家这边会给你发来一个消息 然后他这边可能会让你提供一下近期的流水截图 流水明细 他因为也是怕你洗钱的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 可以找到我们的银行卡 找到我们的明细 我们平时呃 买烟买酒买水果这种明细 给他看一眼就可以了 他感觉没有问题 然后可 然后才会给我们发这种东西 发他的收款信息 好 假设我们现在已经买完了 我这边 呃我看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买了100个USDT 好 我们来到这边点击资产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两个账户 一个资金 一个交易 好 我们点击资金 钱在资金账户里面 但是呢 交易账户没有钱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给大家简单的来解释一下 钱现在是在我们的资金账户 资金账户只是说明我们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呢 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顾名思义 是交易来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 可以用来交易 我们的钱现在是在交易账户 我们需要把这个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如何放呢 非常简单 点击资金账户 点击资金划软 从资金到交易 点击最大 点击确定 好 资金账户现在已经没有钱了 钱在我们的交易账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买币了 如何买呢 点击这边的交易 很多新手朋友来到这个页面 可能看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 没关系 我给您解释一下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这边你可以选择以太坊 比特币 狗狗币 任何的货币都可以 这边是他当前的价格 是1785USDT 那我如何把它变成比特币呢 我们输入BTC 大家看到没有 变成34,000了 这个时候就变成比特币的价格了 那很多人想说 我可能不想买比特币 想买以太坊 我想买其他的货币 我如何输入呢 这个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叫做飞小号 这个网站是一个免费的看行情的网站 它这边不要钱的 我们想买比特币输入BTC 想买以太坊 输入ETH 想买狗狗币 我们输入DOG 因为狗狗币很便宜嘛 只有人民币五毛钱 好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想买狗狗币 点击这边的B币 点击DOG 好 变成了这边是五毛 然后这边是0.06 我想买比特币呢 我再来看一眼 BTC 然后我们输入BTC 想买以太坊 输入ETH 好 我这边 我买一下以太坊吧 好 选择这边的以太坊 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这边有一个限价委托 大家把它改成这个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的话 成交的速度快 价格呢 还比较便宜 然后我们把它给拉满 把这个东西给拉满 现在大家能看得到 我用市场价格 也就是1785去买 买多少呢 100% 我这边100个USDT 可以买0.05个以太坊 我点击买入ETH就行了 然后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现在以太坊的价格是1785 我们买了一个以太坊 过了两天 可能以太坊涨到了 涨到了1885 我们想卖掉 那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一样选择市价委托 再给它 拉满 然后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1785买1885卖 我们是不是赚了100个USDT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把这100个USDT换成人民币呢 好 大家就要看我的操作了 我们回到这边的资产 现在钱 是在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 刚才我们买币的时候是从资金放到交易 我们现在买完了 我们想卖掉币 我们就要把交易账户里面的钱重新放回资金账户 点击交易账户 点击这边有个资金划转 资金账户 我们现在是从交易账户放到资金 好 点击确定 买币的时候是从资金放到交易 卖币的时候是从交易放到资金 大家不要搞错了 好 现在钱是在资金账户 回到首页点击这边的买币 选择CRC交易 这边不能选择购买了 选择出售 支付方式选择银行卡 金额 你想出售多少钱呢 比如说我想出售5万 点击确定 好 和刚才一样 点击他们的头像 看一下 这个天宇 23年的 不考虑 然后我们找一个比较多一点的 我看一下 这个茂森23年的也不考虑 好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这边先暂停一下 我再找一下 好 我找到了一个敏A 这边已经快两年的商家了 然后1万多单 最近成交490笔 像他就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点击这边的出售就行了 看一下 然后点击最大 点击最大之后 我们选择最大 然后点击零手续费卖出就行了 当我们点击零手续费卖出之后 他就会往某我们的银行卡里面打过来770 733人民币 我们收到了这733我们再把这100个USDT给他 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这样的话是不是完成一个低买高卖 盈利了之后换成一个人民币的过程 是不是非常简单 好了 今天的视频我们先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 你再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879 一翻开阅读器 先翻开搜狗阅读器 能在这里终止搜寻 十分便利快速 二接着在输入栏中输入QQ下载 这样就能呈现很多下载网站 然后选择一个官方网站终止下载 三接着点击下载 然后停止安装 剩下的只需求渐渐等候就能够了 十分便利 手机下载 一翻开使用商城 只需打开应用商城 就可以在里面停止搜寻下载 手机软件一般都在应用商城中下载 安全又高效 二接着在搜寻栏中收出QQ 接着就能将QQ软件显现进去 也会有其他的聊天软件 不过QQ会显现较前列 三然后点击下载 假定之前有下载安装过的话 会显现打开自己 这里就是显现打开 只需你仔细阅读了上述 那么你就曾经了解了 怎么用电脑下软件到手机的相关知识 假设屏幕面前的你 还有什么对安卓手机 怎么下载飞机聊天软件 到电脑里好的建议和想法 欢迎各位在下面评论区评论出来 我们将及时回复 比特币价格消息 710G区块链币圈十大买卖 所面对音讯化时期 稍不留意就会脱轨 所以及时的补充知识 才敢让我们有时聚见 明天给自己带来的 是关于安卓纸飞机下载 和安卓纸飞机下载网站的一篇文章 知信会给你带来较大的谱佐 纸飞机注册叫成2022 纸飞机注册叫成2022 1.苹果商店下载好纸飞机软件 以下安卓和OS系统方法一样都可适用 2.翻开软件莫为注册 最新上网参数获取链接 3.填上国际手机号码 点击右上角 Nexit 会出现如下提示 4.出现这个不光 我们继续点击Uscark 依次输入三个参数 1.117.91.111.292.421 6.输入完成后点击右 上角的当按钮 接着把UscarkC这个开关翻开 7.打开后我们刚才增加的代理会转圈 假定5秒后还是转圈圈 请封锁后台重新进入就可以 8.接着我们就继续输入手机号码注册 可以接到考证网 考证短信是英文 外面有5位数的数字就是 接下去就是设置你的名字 随意写都可以 然后就注册胜利 纸飞机怎样下载不了中文中置包 纸飞机中文包不需求下载 让你下载的都是并服 请看我下面的图文教程 1.点击右上角的增加镜 然后输出 4.去搜寻 两点击显现的第一个搜 然后再点击 更按提示完成考证进群 3.发送中文包三个字到群里 然后点击机器人回复的 第一个中文包这个三个字 留意不需求下载 让你下载的都是并服 4.选择一个中文包 点击一下蓝色的链接 5.与点击弹窗的Chain 就成功切换到中文了 频道内的这些中文包 都是经过完成度比拟高的 纸飞机是什么软件 纸飞机是一款聊天交友的社交软件 用户可以经过软件在很短的时间 来扩展自己的交友圈和人脉 不论在线聊天还是打招待 都十分诙谐 纸飞机全新想象的聊天窗口 也愈加繁复 可以支持世界各地的用户终止聊天通话 另外 纸飞机有弱小的加密效力提供维护 让通话平安且牢靠 2015年4月3日 纸飞机安主板在运用宝上线测试 纸飞机的主要功用 一 随手记录 随手拍下逊色瞬间 图片 短视频增加文字 更有私密信纵情轻度 二 立刻分享 将生活点滴发给50个随机生猪人 你的喜怒哀怨从此都有人分享 三 预见未知 收到的每一条音讯都是未知的 每一刻都能够是最拙劣的偶遇 四 运用在央求取得相机权限的时分 要选择允许 这样才干不影响局部洪用运用 华为怎样下载纸飞机 一 首先运用华为阅读起 点击搜寻栏搜寻纸飞机 二 其次点击第一条 带有官网的字样 加载之后进入官网 三 然后往下滑找到下载 点击下载装置机 安卓注册纸飞机账号搜索什么搜索纸飞机 点击翻开手机 找到使用商店之后 输入纸飞机 直接按屏幕上的下载就能下载纸飞机 直接用注册人的手机号码注册 然后填写自己的身份音讯 以及考证码就被登录 在这个登录纸飞机 那就是需求一个系统的权限效果 大约是经过一个我们的这个账号 加上密码来进行一个登录纸飞机下载 是一款十分不错的手机聊天交友软件 纸飞机官方的方式和功用都十分的丰厚多彩 视频同步播放功用 纸飞机下载在两台手机上使用手机上 自身硬件配置 创立数据衔机以后 只必须一方有视频 就可以一键同步 两台手机上另外收看 经过以上对安卓纸飞机下载的分享引荐 致信你对安卓纸飞机下载网站有了大约的了解 想知道更多关于安卓纸飞机下载的知识 关心老币文 我们将持续为您分享 一千零四十八 一 一 区块链是记录数字货币交易的账本以比特币为例 它并没有实体存在 而是存在于一个专用账本当中 账本里记录了所有比特币交易 通过交易记录 我们可以计算出每个用户拥有的比特币数量 如果一个人拥有比特币 就意味着在账本 二 区块链是信息技术领域的一个数量 本质上 它是一个共享数据库 其中存储的数据或信息 具有不可伪造性 全过程追溯性和追溯性 中开透明性和集体维护性等特征 基于这些特点 区块链科技奠定了坚实的三 好 一 庞州永齐区块链有限公司工作 有独立的办公室 宿舍有空调等基本设施 同事之间融洽 领导和睦 住宿环境好 二 福利待遇好员工工资在八千元 每个节假日都有单独的礼物 每月的饭补为一百元 还有旅游卡 住宿卡 四 目前最火的区块链游戏 要有骑士是一直以来都比较火的一款游戏 市集英雄升级 打罐 羊丑 制作装备于一身的爬塔游戏 最近日活量比较高的有 泰肯星球 市集金融 服务 娱乐于一体的游戏生态圈 玩家可以在泰肯星球中挖矿火 在区块链上存储信息的方式调用区块链平台提供的APM 一般区块链平台会提供相应的接口 比如RTC 这CNRBC HTTP等 当然平台不一样 友好程度不一样 有些专门做AI的公司 比如VoxCypher 能提供友好的调用接口 手机上写暗播 六 区块链技术是当前很火 拿到这些牌照的公司都会好好宣传自己的 安徽区块链培训推荐解答 927 一 因其参与交易的人数多 并所有开户银行的不同类卡都可对接交易 二 影响如下大数据审计代替传统审计是大事恐惧 本文在介绍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基础上 提出了大数据审计的五大叙事 即审计智能化 审计平台化 审计信息多维化 从抽样审计向详细审计转变以及审计可视化 同时 本文还指出三 遭遇区块链传销骗局我们该如何维权 一 现场谈判维权 很多投资者在发现被骗之后 会联合起来到虚拟币交易所所在地进行现场围攻 围攻交易所 施压让其返还相关的损失 这种方式能起一定的作用 许多投资者拿回了部分损失 或多或四 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是指从事区块链架构设计 完成这些任务也可以获得原力中 Lincer Wallet新加坡安徽工程大学区块链协会解答 1991 无据悉 比特币是在2009年出现的 它最初的价格还不到一美分 仅需一美元便可兑换1300个比特币 若按照现在的汇率换算 现在一美元相当于6.425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 比特币最初的价格大约是现在的6元左右 比特币的概念最早有了 按收款方地址将比特币直接付给对方 在中国人民币管理条例规定 禁止制作和发售代币票券 由于代币票券的定义并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 如果比特币被纳入到代币票券中 得比特币在中国的法律前景面临不确定性 安徽比特币矿场解答 以以前530期 近日 安徽省首个政府区块链平台搭建完成 区块链加电子证照应用 同步上线晚时通办平台 区块链应用在安徽省政务服务领域正式落地 未深入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发展区块链技术相关工作要求 2019年12月以来 省数据资源局已建设统一区块链平台 构建一个政务服务应用为目标 依托晚时通办平台 快速部署搭建我省区块链平台 提供了区块链应用运行和管理的能力 为实现政务数据跨部门 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 提升业务协同办理水平奠定了基础 律师职业证作为首个区块链加电子证照应用场景 以通过晚市通火的卡包 对群众提供服务 除了可以代替律师省内变更职业机构审核等事项的办事材料外 新上链的电子证照还具备查看使用记录 管理记录等功能 每一次授权动作系统都会自动记录存证 所有使用行为皆可溯源 防止他人盗用 增强了电子证照的安全性与可信度 省数据资源局和省司法厅正在博州市 进行司法行政类电子证照在东安 检察院 法院的等多种应用创新试点 并将向长三角地区进行推广 下一步 省数据资源局将一托晚市通办平台 全面拓展区块链技术在政务服务领域中的应用 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 提升投务效果 同时 强化我省区块链平台技术支撑能力 福利省各单位加入联盟链 一托晚市通办平台开发部署区块链技术在城市大门 智慧交通 司法存证 安全监管等方面的应用 从而推动区块链产业快速发展 来源 环金金网OPEC区块链 安永将与区块链服务网络BSN展开深入合作 基于BSN全球区块链网络上的Paysto B-Course 层空下部署及安永 和安永 安永将通过BSN网络提供的控制机制 实现与部署在海外的以太方网络的互联互通 持续为客户提供更加合规 安全 高效的产品解决方案 区块链服务网络BSN是由国家信息中心顶层规划 与中国移动 中国银联 北京红枣科技共同发行 致力于为全产业链业务治理提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网络环境与技术架构 并为用户链上数据信息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BSN由我国自主研发 控制入网权 目前已成为全球物理分布最广 技术融合最全面的的区块链技术设施网络 为全球开发者提供低成本且技术互通的一站式区块链服务 安永是全球领先的审计 税务 战略 交易和咨询服务机构之一 此次与BSN合作并推出的两大应用服务 是安永团队在基于Fisto B-Cow下构下 区块链产品服务的重大进展 安永Obsn将是在区块链服务网络BSN中部署的第一款安永解决方案 包括为企业客户提供的采购和产品推速几件 安永团队将借助BSN完成安永化全面的整合与服务 提供区块链分析和财务报表审计服务 初期应用将主要基于以太坊和Fisto B-Cow下 以BSN开放联盟列 未来将逐步在监管可供的前提下 扩大到以太坊网络 BSN发展联盟常务理事和一般表示 在与安永团队的沟通过程中 我们双方对区块链技术以及全球普及有共同运动 安永是全球领先的基于以太坊的应用专业机构之一 并且在审计技术领域有着巨大的投入 这些都将与我们形成互助 有助于为我们的用户创造巨大价值 安永全球区块链主管Paul Brody表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区块链技术市场之一 虽然安永区块链团队已经在中国运营了一段时间 但这是安永第一次大规模部署安永区块链平台 通过BSN内的Face of B Calls和以太坊技术架构 安永技术人员将为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区客户提供服务 将这些用火连接到全球区块链 我认为这是利用区块链技术互联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关键一部 安永亚太区区块链主管詹明恩表示 将安永区块链解决方案接入Face of B Calls 以及BSN是一项关键的战略举措 也是支持中国乃至全球加速采用区块链的一大步 我们希望推动市场竞争 让本地客户更方便地采用安永解决方案 帮助企业实施有效的区块链策略BSN 进行国家新基建的整体规划 积极建设区块链基础设施 并与广大企业、科研机构等展开充分合作和交流 努力打造区块链应用生态 相信随着与安永合作的加深 将为企业更广泛的应用区块链技术 起到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BSN发展联盟欢迎更多的向安永这样之力 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与创新 为客户提供更好服务的企业加入进来 为我国区块链的产业发展与生态建设贡献力量 奥义服务 区块链与野生智能的联系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人生的风景 是为美团体而绽放 不论你懂与不懂 它都会以十分的方式 侵入你的眼睛 搅扰你的思绪 牵动你的情感 生活就像一个万花筒 套着玻璃 美团体看到的风景都不同 漂泊的是脚步 干练的是心灵 生命的风光 说终究 皆是心灵的景色 所以 人不能让心境生病 与其对梦想灰心 不如给生活多一点耐烦 红红自己 让心快乐 要经常拍着自己的胸膛说 我可以 由于好运 最偏爱那些自动绝望的人 比特币和黄金为何走势相同 过往暂时表现来看 黄金有肯定的抗通胀作用 外表利率不变 而通胀还剩意味着实际利率下降 而实际利率与贵金属价钱出现更高 也就是说实际利率处于很低水平时 运营小湖将招致贵金属更高的涨 但诙谐的是 2018年以来 黄金与通胀预期的走势是高度互相关的 近期也不例外 不然比特币作为应对通胀产物的口号赢得投资者 但自身价钱坚定努力 而且并不太受通胀影响 但从2018年以来 比特币走势与通胀预期却高度相关 称得上是新抗通胀割产 在近期表现额外轻弱 无疑 比特币的强势大涨也分流了黄金的币钱买盘 对黄金价钱形成压力 行情回响及总结昨日比特币早前回踩之后 快速拉升占稳55,000上方 随后稳步下跌创下新高58,352 日内我们在55,500到56,000多单也是获利1000多个点的利息 比泰方和比特走势差不多 日内也是一波深度回踩 随后拉升 都形成了单针探底的方式 我在1880到1900布局的多单 也是获利了80个点左右的利息 总体来讲昨日的操作的并不多 利息却是十分客观 但不再多在于今 安全负2.22比特币走势剖析 从畅图4小时中我们可以看到 比特币照就运转在下行通道当中 在黄昏2点时 比特币再次创下新高抵达58,352一线 从技术面下去看 目前比特币移托于5日均线的位置向上反弹 但是MVCD拐头向下捏合有交死差的趋向一向 比特币亚欧盘时段能够会进一步回升 建议各位必有切勿心急 平安负2.22比特币操作建议 56,000到56,800多 之随55,000 手段6万 平安负2.22比泰方走势剖析 从上途4小时中我们能够看到 以泰方黄昏再次回踩 走势上相对没有比特币那么坚决 运转在布林带下跪 好在价钱赵却坚持在1900到1880上方 日内 后续重点关系1961线压制 也就是布林带中轨的位置 后续价钱若是反弹不能突破此位置 行情还有回撤1900走进 目前短期看1881线支持赵队有效 回调多单再给到四区域能够思索继续做多 安然负2.22以泰方操作建议 1900到1880多 只损1850 手段1990到2000 安然觊觎最美妙的生活方式 不是躺在床上睡到自然写 也不是坐在家里到无所作为 而是和一群情投意合充益正能量的人 一同奔跑在梦想的路上 回头有一路的故事 抬头有清楚的远方 成年人必须清楚的一个道理 几集汤文都比不上一张抄票给的平安感 少一点矫情 多一点勤劳 你想过的那种生活 得自己去证 问 韩人论币MN B09271 11912 1 据IDC数据显示 2020年 全球区块链市场规模呈现稳定增长 达到43.1亿亿亿亿 受到欧美国家对区块链行业新一轮监管政策的影响 全球区块链市场增速较2019年有所下降 达53.97% 预计2023年将达到145.34亿元 股权投资事件占2.1 技术工程师既包括区块链专业人才 如区块链研发工程师 智能合余开发 立马学专家等 也包括传统互联网技术人才 如C加价 Java Python开发工程师 前端 后端 测试等等 二 产品经理 行业解决方案专家去年10月24日的会 三 区块链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区块链科学研究所创始人梅兰尼斯万 在他的区块链新经济蓝图极导读这本书中 根据区块链的应用发展状况分为三个阶段 区块链1.0 2.0和3.0 一 区块链1.0加密 四 三 交易透明区块链的运行规则是公开透明的 所有的数据信息也是公开的 每一笔交易都对所有节点均可见识 可追溯性区块链中的每一笔交易 都通过密码方法与相拟两个区块串联 因此可以追溯到任何一笔交易的来龙去脉 五 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 点对点传输 共识机制 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博士 区块链是比特币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本质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 同时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 是一串使用密码学方法相关联产生的数据换 六 CFE 每个矿工先利用自身算力 通过工作量证明机制后 得出nance并成成一个空区块头 这个区块头除了没有交易信息数据外 其他数据和正常区块移植 CF2 最先审承空区块的节点广播全网节点 全网节点接收到消息后 将此区块的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